本国2月份的房屋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5.8%,部分原因是去年为润年,2月有多一天,而与上个月相比成交量下降2.1%,有转1月时轻微上升的局面。 另外,2月份转售住宅的平均交易价为368,895加元,按年微跌1%,但假如忽略温哥华地区房屋价格下降的影响,其余地区的楼价略微上升。 吉他大房地产协会表示,不看好本国的房地产在今年的表现,预期2013年房屋销售量为441,500间,比2012年销售量下降2.9%,也低于早前预计的销售量会下跌2%的预期。 至于房屋价格,地产协会预计价格会下降0.2%到362,600加元。 地产协会的发言人表示,政府在去年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贷款条例是楼市冷却的主要原因。